孩子的早餐既要吃得健康又要简单 那就来做这个西兰花鸡蛋饼吧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准备好的西兰花切成小朵清洗干净 锅里的水开 把处理干净的西兰花和胡萝卜 倒入锅里焯压水 焯好水的西兰花和胡萝卜 放在菜板上切碎 尽量切得碎一些 要不然在摊面的时候不容易成形 切碎的西兰花和胡萝卜放到大碗里 再加入切碎的火腿肠和多一些葱花 倒入两个鸡蛋 调味加食盐十三香 最后加两勺面粉 一碗清水 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电米葱提前油热刷油 舀一勺菜糊放到电米葱里 用铲摊平摊均匀 小饼摊得要薄 要尽量好吃 炭好后 趁着表面没有凝固 撒上黑芝麻 拼上一层油 锁住水分 烙至表面定型 翻过来烙另一面 两面都烙至颜色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小饼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别的蔬菜 又软又香特别的好吃 营养也很丰富 家里有孩子不爱吃蔬菜的朋友 一定要吃这个小饼 做小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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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小饼 尝费 最后要做小饼 水分